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金管會副主委 黃副主委 然後銀行局詹局長也可以 誰通 委員長 副主委長 局長長 委員長 我想請教一下喔 你們上個禮拜四下午金管會 是不是召集了銀行 針對TIF所產生的爭執 要怎麼處理喔 召開一個會議 報告委員那個局長有主持 是不是請局長跟您報告 可以 委員 是的確我們邀請的銀行 商務仲裁協會跟律師公會來開會 我說我要派人列席參加 你們說不方便的理由是什麼 以往到行政部門開的會 是比較沒有潛力啦 我們這麼多年來 沒有關係 那天有會議紀錄嗎 有 那個整理之後大概今天就可以送給委員 好 再麻煩你把會議紀錄送給我 然後我只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喔 就是說 透過仲裁的方式來加以處理 按照我國目前仲裁法的規定 是要雙方的合議 那現在如果說消費者這邊 或者是說啊 就跟銀行購買商品的客戶這一端 那要求仲裁銀行不同意的話怎麼辦 還是你們已經跟銀行達成默契了 只要客戶提出申請 銀行這邊就會同意 跟委員報告 這個就是我們那天開會最主要的目的 消費者提出來 我們希望銀行就接受 那最後的會議結論是這樣嗎 我們用字是用疑啊 但是我想大家有共識 所以你意思是說大家的共識就是 只要消費者提出來銀行會接受 是 OK好那這樣很好 我上一次喔 延續著有關於TIF啊 爭議的處理啊 我想要進一步請教啊 上一次我詢問主委的時候 主委跟我說 我上次所詢問的一條龍的處理方 不當銷售方式 你們要進行調查 那現在請問調查的進度如何 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有遵照您的指示 我們近期之內 其實已經在規劃了 但時間我們不好講 就已經要照您的指示去做專案檢查 你說現在才要做專案檢查嗎 呃已經在做了 已經在做了 但是那個檢查要一段時間 所以今天喔 主計處在2014年的主計報告裡面 針對你們的TIF銷售的管制 他們 對不起啊審計部啊 按照你們TIF的管制 的審計報告裡面 對你們有一些批評跟指教 你們有看到嗎 法委員有 我們一直都有在照委員的指示去改進 是 那 我的意思是 你們之前齁 先不要講這一波你們新的要檢查 在你們之前檢查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你們目前所掌握的資料當中 有沒有發現有一條龍銷售情況 這個部分檢查局局長呢 可以啊請檢查局的一併來 嘿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我們過去在檢查中間呢 其實也是有發現就是說 這個銀行在跟客戶在進行TIF交易的時候呢 有一些在財報的部分 在編制的部分是確實有一些疏失 好 你們發現了 到目前為止 採取了什麼作為 這個部分我們把相關的那個檢查意見的這個缺失啊 我們邀請銀行要做改善 那另外也請 你們只有邀請銀行要做改善喔 我再具體的問的更具體一點喔 什麼時候發現的 這個我們在從102年開始做專案檢查之後 陸陸續續 都有發現嗎 都有發現 那你們除了請銀行做改善以外 還做了什麼事 那我們也把相關的報告呢 送給銀行局來做何處 那銀行局請問做了什麼何處 這一部分喔 兩個部分啦 一個在個案面 我們就是採處罰環齁 從200萬到400萬 糾正 然後要 沒有啊我先停一下 你們之前對於各個銀行 銷售TRF業務缺失採處的情形 你們所做的行政處分書 每一份行政處分書我都敗讀了 你們在那個行政處分書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有關於財報 編造不實的問題啊 半個字都沒有提啊 那是你的意思是說 你們在做這個行政處分裁罰的時候 已經知道了這個事實 但是你們在做行政處分的時候 沒有把它列入處分的範圍 是這樣嗎 各位報告喔 我們在做財處的時候 最主要還是在KYC跟KYD的部分喔 對嘛 那我現在進一步的問你嘛 編造不實的財務報告比較嚴重 還是KYC KYP比較嚴重 不實財報這一部分齁 我們根據委員的提示 不是我們現在也跟匯董 沒有啊 你不需要跟照 依照我的提示啊 我的提示沒那麼重要啊 你們同樣在軍管會檢查局的人 已經把資料送給銀行局嘛 那我現在具體的問是說 銀行局知道這件事情 採取了什麼作為嗎 你告訴我說你們有做財處 我現在告訴你說 我看了你們行政處分採處的內容 完全沒有提到財報不實的部分嘛 所以你們是在放水嗎 如果沒有放水的話 請你現在具體告訴我 你們採取了什麼具體的作為 跟委員報告齁 這一部分齁 也是屬於KYC的一部分 這第一個跟委員報告齁 第二個 我先停一下齁 是 KYC沒有做好所產生的法律效果是什麼 我上一次齁沒有為難你們啦 我請 你們現在在那個調處中心的總經理 因為我知道他也是在交法律的 問他會比較清楚喔 但是從你們角度上面來講 KYC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最多涉及到的 就是民法上面的效力嘛 到底那個契約可不可以因為這樣子 有瑕疵而主張得撤銷 或者是消費者還可以主張什麼另外的權益嗎 那我現在要問的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是說 編造不實的財報 難道只有民法上的問題嗎 各位報告齁 如果齁 確實有編造不實的財報 我想齁 不只是民事上的責任啦 那我就具體的問你們嘛 從檢察局那邊移到銀行局裡面 你們目前所掌握的資料 有沒有掌握財報編造不實 有沒有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並沒有特定的 這一部目前才請檢察局 我們匯同檢察局要去處理這一部分 所以之前 都沒有處理這一塊 現在才要處理對不對 應該是 那之前檢察局說 移給你們相關的資料 都沒有相關的內容 這一部分 沒有 比較少著墨啦 來喔 來喔 您好 副黨是本次OBU的財報 請過目 我不介入個案 我在乎的是 經管會有沒有做到 該做到的事情 面對銀行的違規的時候 經管會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縱容銀行做這種事情 還是真的有負起責任 那我現在很清楚的跟你講 有某一家銀行 寄給他的客戶說 你好 這是我們OBU的財報 銀行 會幫OB 銀行會幫客戶做OBU的財報嗎 客戶實際上面所有銷售的數字 銀行怎麼會知道 這個是A銀行 針對某家公司的資產負債表 這個是B銀行 針對同一家公司的資產負債表 期間都在2014年1月1號到12月31號 結果最後 同一家公司喔 這兩家不同銀行 所出現的資產負債表 數字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知道很遠看不到 如果局長要看清楚一點 可以來這邊看沒有關係 這是損益表 同樣一個期間 同一家公司 出現在兩家不同的銀行 所出現的財報數字 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會不一樣 因為這兩家銀行幫他編的財報數字 是不一樣的 同一家公司 不可能有兩份銷售紀錄嘛 那當然 竟然出現在兩家不同的銀行 然後數字還兜不起來 那有些銀行做得比較好一點 這個是C銀行 這個是D銀行 一樣 同一家公司的資產負債表 這次做得比較好 兩家銀行可能有一些溝通 下面的數字 最後 總和的 是一樣 但是裡面的內容 不一樣 這個是損益表 一樣是同一家公司 出現在兩家不同的銀行 數字也不一樣 當我收到這些資料 我逐筆的去比對這一家公司 不同的銀行之間 所做出來的財報 我馬上就檢查出來啦 你們從以前開始執行檢查 到現在 等到我上次跟你們講以後 你們才發現這種事實 老實講我不相信啦 經管會裡面人才記記 那你們告訴我說 你們現在開始執行檢查要調查嘛 那我 請你們盡快的完成調查 然後把調查報告給我 依法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不可以縱容銀行做這種事情 副主委可以承諾嗎 可以 謝謝委員 謝謝 感谢观看